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x每日才尽快讯 今天是2月23号 星期二 我是Jacky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尤其是纳萨克 暴跌了超过2% 下跌幅度呢 是已经是跌破了 13200点 那么在昨天呢 我们也是给到了 部分客户提示 就是最近呢 道兴斯可能跌不下去 但是纳萨克呢 受科技股下跌的影响 跌幅会可能比较大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做对冲 或者是保护自己在澳洲的 个股投策 以及养老金账户的资金 那么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选择做空 纳萨克指数和香港恒生50 那么相信在今天开发以后呢 中国股市和香港方面的股市 表现依旧不容乐观 因为跟昨天美股下跌 形成一个循环 那么为什么道兴斯没有跌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前天的消息呢 是波音 波音飞机又出事了 虽然最终呢 是平稳降落在停机场 但是呢 波音飞机的事故 导致了股价下跌幅度 只有2%左右 那么对于以往 波音出现任何的 飞机航班类的事故呢 股价下跌幅度一般 都是超过7%到8% 那么昨天的下跌幅度 是在2%左右 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基本上跌到了 公司价值附近 那么公司的股价呢 不会再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 出现大幅下跌 所以呢 最近我们也 要调整一下 目前关注的股票类型 从原有的机构抱团的 包括中国的白马股 像茅台 那么在周一的时间 也是出现了恐慌性的抛盘 那么这一类的股票呢 在最近机构 可能要进行调仓 而相反 另一类呢 像OU Research OUS8 这类澳洲股票呢 包括美国的一些 基础设施建设的股票 在最近的表现 还是比较扛跌的 甚至有小幅的上涨 今年早盘的OUS8 是股价上涨了8% 那么外汇方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澳元 因为全球基建项目 以及铁王室的需求量 对铁矿等新兴的 矿业的需求增加 那么股价 相应的公司的股价 也是有大幅上升 那么澳元汇率呢 也是出现了上冲 通过了0.78 目前呢 是在0.79 附近震荡 距离此前 0.80的整幅关口呢 只有不到100点 那么这一波呢 让很多空头损失 非常惨重 而我们也是看到了 市场的表现呢 依旧是在预期范围内的啊 就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货币 在短期内 受到大量的追捧 或者是有实际的换汇需求 那么对该国的货币汇率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观点呢 就是我们要始终关注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周五呢 这个指标数据 冲破了1.34%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此前我们在广播中 和公开的媒体中 给大家提到的 如果国债收益率十年期的 超过了1.3% 那么对于部分机构和投行来讲 他们就开始抛售手里的股票 转而拥抱 可以使用杠杆的国债投资 而国债投资呢 也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 因为如果之前是今年年初是0.9%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企业的融资成本可能会比较低 而国债收益率上升 意味着未来加息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所以说在2022年下半年呢 美联储加息概率呢 从50%上升到了75% 也因此呢导致了此前 估值偏高的科技股股票下跌幅度较大 所以说呢 在澳洲投资或者中国香港 以及美国投资的朋友来讲 最近几天呢 始终要密切关注科技类的股票走势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 APS在最近表现也是非常不好 那么非常差的运气 就是跟着美国的科技股大萨克一块下跌了 那么在明天呢 出财报之后呢 大家要关注 如果是有抄底的机会 我们要慎重 在未来大环境范围内 机构调仓的周期 一般会持续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尤其是在三月份澳大利亚 在新的财政政策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看到的 它公布的对原来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呢 以及金额呢 都下调了很多比例 现在呢 只是给25块钱的 失业金救济的一个补助 这个数字呢 非常少啊 每周只有25块钱 所以基本上呢 对市场没有较大的提倦作用 而澳洲呢 此外只有两大行业 其中一大就是矿业 另外一大行业呢 就是能源类的 那么这两大行业 在最近呢 还是可以关注完 如果是公司股价 此前被低估的较多 那么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估值的恢复 而黄金方面呢 此前在下探1750之后呢 现在呢 由于股市出现了小部分的回调 那么部分资金呢 入场进入 做多黄金 现在价格呢 也是冲到了1800美金 上方如果是1800 能够在短期占住的话 那么黄金 暂时在短期时间内上冲的概率 还是更大的一些的 那么如果是大家呢 想要对冲自己手里的股票交易 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叫VX指数 在昨天呢 VX上涨了7% 那么恐慌性指数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指标 来对冲我们市场的波动率风险 所以说这些小技巧 大家都可以使用到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想要关注 购买更多的信息 包括美股 澳股 以及全球汇率和黄金期货的走势 那么可以关注我们视频下方的 小助手的联系方式 以及我们的电话 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